要严防疫情通过公共交通系统的传播 因此我们对于公共交通的恢复 主要有两点的考虑 第一个是逐步要建设 健康出行具备快速应急储突能力的公交系统 我们将在车站、车厢广泛的设置 长所码和数字哨兵 引导乘客扫码乘车 并且所有乘客需要 持有48小时核酸报告来乘坐公共交通系统 同时我们还将加快推进出行级服务的系统建设 以此来整合支付和验码的环节 实现一码快速通行 同时我们还会设置车站的缓冲区 来迅速地开展异常情况的一个处置 那么第二个是分布稳妥地推进 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恢复 我们主要考虑有三步走 第一步是已经在部分的远郊区 开展的公共交通的压力测试 第二步随着各区防疫形势的逐步平稳 我们从本月22号开始 逐步地恢复跨区的公共交通 此外关于这一阶段 这个私家车和出租车的通行的情况呢 我们已经在同步的研究恢复的方案 第三步也是疫情彻底平稳之后 我们将把公共交通的全网系统进行恢复 对外交通也将基本恢复正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